其實差了一點點 再一點再一點 應該就是要買金人了啦 沒錯 現在邊線應該就是請隊友讓給他一點 這在小龍出來以前一定要把裝備給補起來 八龍甚至都要來了 對 但現在中路就沒線權 沒辦法 這個電刀凱撒太強 三件套了 對 然後八龍出LNG可以開始給壓力了 因為他們這個吃的速度確實不得了 對 他們現在 因為這個水龍龍魂的地形的關係啦 他們的牛跟賈克斯也可以嘗試多做烙背 而且是他配合夜取的關燈 就算對方知道烙背了 但也很難確定對方 實際走過來的位置跟時間點 這個是LNG可以利用夜取這角色去發揮的 算是角色優勢 來看一下 八龍 嗯 就 等一下 這只是前前踩視野 因為 中線真的是玩不了 玩不了 玩不了 真的玩不了 他那個位置有點被卡死 直到這也是 邊線慢推 這波故意卡這個兵線喔 他這種兵線的前推效率 至少雙方就是包含上下兩邊是能給一些壓力 他這裡放到最慢耶 他連砲車都不值 對啦 他就是 將這個兵線直接卡 對 要卡這個八龍時間啦 哎唷 要小心被開喔 這裡隊友都不在喔 很危險很危險很危險 如果剛剛對面有人起殺星的話 就會出現 下半部也在慢推 Zeka Gala也不行 不會寶石耶 有點肥耶 是 這團戰LG是有畫面的 你覺得LNG要加速就是逼這個八龍吧 逼對方過來跟你打架 因為他後面有長一根眼 線上有一根眼嘛 賈克斯也可以TP那根眼的 這裡 Gala先Cover一下 哎唷 在下落的Zeka 他的單人之力 三箭套 平推了下落的二塔 同時也看到了 Light把兵線丟掉了 這裡再推一波就給八龍壓力了 小五箱有驚人 走在最前面 OK 就在這邊慢慢跳就好了 是 另外的狙擊已經開始了 衝狂打不溜 又在另外一邊打起來 垂下Zeka認為自己是打得贏的 哎唷 扭掉了 走位躲暈 不得已的Breeze 只能用狂笑母已經將對手給推走 OK POKE一下 對 狙擊開始 LNG 接受放緩 就是讓邊線 以及這一個POKE的效果 可以打出最好的能力 就在推走 慢慢來 因為現在邊線好像賈克斯 是完全壓制納爾的 是 對 這個150塊的懸掌精 對於呼吸現在此時 面對賈克斯顯得格外的諷刺 跳過來 一槌兩槌在對面有手套 同時後面還有Light 這裡要趕快回復 納爾要TP上去了 不然人數差 是街表這波團的 後面巴龍吃 打到一半 這Zeka決定消TP過來 先關燈嗎 我也不關 不用關燈直接就拿下了巴龍 從後面有個TP 這邊位一樣是賣行 行這是他的第二次的犧牲 在第一個巴龍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其實是可以 如果有關燈 有機會打 因為你先關 這個TP不一定下的 你就有人數差 但他們好像是蠻果斷 就是吃完這個巴龍 就要拉掉了 那牛也是賣得蠻任命的 是 到這裡 該倒地了 這場比賽 他有好幾次這樣的狀況 所以讓他在這個死亡速度上 其實被拉抬 是比較高一點的 對方兵艦 做個嘗試 打到嘛 史高德反應好快 到後面夜取的衝刺 衝過來 就算Breeze變大 但還是要死在自己的基地外面 小虎雖然從後面趕到 但球女繞背 並不是一件會讓人恐懼的事情 他是TP過來 這裡好像也不太能操作 不然史高德 來個E閃 輕到也是倒 這裡可以把經濟擴大了 然後反擊風暴再轉 沒想到隨著前面 705的球女 走到這30分鐘 他能想到 會變成這樣的結果嗎 打團打不出效果 分推現在 也被對面給牽扯住了 玩不到遊戲 沒有看到他 操作的 畫面機會 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給他 有力無促使 對面就是推推推 就走拉扯拉扯 往著小虎不在 地方不斷在找機會 對面在被拉扯的人 倒地 小虎真的找不到機會打團 哇 這很鬱悶吧 705 這場比賽 可能 越來越走遠了 欸 現在的主動拳都在右邊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 利用這個巴龍 一直打邊就好 他可以完全避開小虎那條線 因為你打團一定有風險 你被轉個 三個人 四個人 還是有可能會輸 但你只要不要給對方有 這個狀況就好 打團的機會 基本上人也不走一起 也沒什麼打團的機會 讓你去操作 喔 這個技巧 被抓到反應風暴 在CD的過程則先要進人躲一招 後面狂叫募機推 這樣同時後面還有 布朗姆的跟著 打WG選得要ALL IN 來殺 在利卡在利卡太硬了 欸唷 筋人同時還有突破天際的回弦 還在做拉扯 拖了有沒有十秒之久 拖住了拖住了 還活著 他還在拉扯 他拉到對面三個人 打了快十秒 那上路的水晶命 被對面的史考特給爆了 這就是賈克斯嗎? 這麼能扛? 而且重點是什麼? 這部小虎還是沒玩到啊 他很肥啊 因為如果是小虎過來抓這個邊應該會快很多 但就是他得擔當那個清兵線的那個人 所以你派艾希過來的情況下 這個賈克斯反擊莫非又可以多拖你幾秒 那就慢慢的把上路兵營就摸掉了 是嗎 這拖時間 真沒有辦法打好兵軍沒有解法 他們最希望當然就是5v5正面大團 然後球女在這邊來個天選地轉 但右邊不給機會 對 右邊基本上沒跟你打大團 我們有八龍連續就是開始做一個131拉扯 現在中路高地塔其實也很慘耶 LNG等一下一樣就是繼續打131就好 凱撒這裡要回去買小金刃嗎 身上應該有錢 他直接買大棒 他又最後一件直接上死帽嗎 他是一個救急傷害 中路前面000現在302 真的 你提到他是一出手 就知道有沒有 其實這一把他只要做到一個工作 他只要把小虎抽掉這把就贏了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錢都在這個705的球女身上 沒錯 因為你後面的賈克斯 賈克斯處理艾希跟娜兒太簡單了 所以其實賈克斯目前只怕這個球女而已 就是怕被他捲到一個大的而已 這打BG唯一的機會 球女大五隻 大五隻嗎 剩下這個畫面了 其他沒有畫面 我覺得娜兒也要想辦法翻人耶 但他現在因為對面的角度 我們前面聊到的是 他是一個願意用賈克斯瘋狂分推 所以其實娜兒要做到跟隊友打配合 其實沒有那個畫面了 沒有辦法 對面不會跟你五大五 我覺得你抓邊就是球女道一定是抓最快的 去針對這個賈克斯一定是最快 可是就像剛剛講的 他不在的話正面的兵根本清不掉 是 八龍兩分 龍一分鐘 這個龍WPG可以給啦 因為其實有點難出來 因為只要一出來可能邊線就會馬上出事 所以 這也只是對方的第六條而已 就還好 對 這現在 第三條 第三條 上路是差到2000多塊 打野是差到3000塊 目前在我們中間都有這個經濟數據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差距 這個上半部2500塊怎麼打 四箭打三箭 等這個球員死貌啊 出完之後再看打不打得到團 就是每次裝備出滿了 就是沒有辦法打團 然後現在又要得去邊線守備 WPG摸黑行動 而且他守這個邊線壓力很大 他只要吃到一個 GALA的W 他就會隨時被衝過來 然後秒殺 所以他其實也不能帶得太深 他一定要確定對方 至少裝置一漏頭 剛剛阿里跟凱撒都漏頭 他才敢去接這個線 不然他根本不能出去 哇 那這裡只是 WPG 角落 守著粉眼 至少確保等一下的水龍魂的團戰 他們有機會來進行參與 這個有點難踩 就是怕你這波團沒接好 等一下兩個TP上去就接觸了 但是 真的水龍魂一線機會打WPG 如果不踩 那還能有什麼渴望呢 換個角度想 要看嗎 要看嗎 換個角度想 反正他們打不到團 所以水龍魂魂也沒什麼用 他們想著怎麼抓邊就好了 呦 聽起來你是樂觀人 對我是樂觀人 你是樂觀人啊 不然我怎麼挺過去 我可樂觀 你是樂觀人 這一定得打的 打WPG 這個狀態有點低 娜兒沒怒啊 走了走了走了 這個龍掉了也沒差 對面第三條而已對不對 不急啊 又不是龍魂 對啊 對面拿龍魂那就真的沒戲了 第三條 這個上路線解一解 對 巴龍跟 上路高地 差一分鐘頂一下 對面吃巴龍再去拚那一波就好了 等到最後一刻嘛 對對對 這個細鵬蝦站久了 就是你的 就要站得久一點 看誰蹭得久嘛 對面想感覺直接Ry 對面受不了啦 對面現在覺得 該是ALL IN的時候了 呃 看一下WPG能不能走過來 有帽凱跟艾希探草還蠻簡單的啦 對然後慢慢地踩過來 熊女死帽 至少轉到一波吧 他還必須ALL IN喔 閃現什麼的 至少要玩到嘛 對 不然這個遊戲多無趣啊 總能參與 要參與啊 對啊 拿了一堆人頭 然後農了35分鐘 然後一波團都沒玩到 不過在WPG猶豫 至少18等 Zika四箭套已經步步 畢竟下路高地 這高地 以Zika的角度 就是反擊風暴 加幾槌就可以拿掉了 欸但這邊打得也很穩 因為他一定要確定對方的人 是不是其他四個人都在正面 不然他這個邊被抓掉也是很危險 所以 所以 其實輪局打得也是蠻穩健的 突破 直接開 冰箭在嘗試 不能不說他在冰箭真的有點歪耶 就是 對面都不用按招 都 都跑得掉耶 他是預判走位 他在預判 他在確認 因為這裡打到 逼個大都好啦 你下波好抓嘛 但就是 測試風向 測試風向 要嘗試 這個好像就要問你了耶 因為好像跟你反著走就好 風向走是錯的 冷靜一點 你總是逆風高揮啊 總是要有些畫面總要在逆風才看得透 Light現在 我竟然左邊沒射到 下次就射右邊一點 人總是會在 連續的選擇中 慢慢學習一些事情 慢慢成長 你會學習到對吧 總會學習到的 其實這裡 那個高地火了他們就走得出來 所以其實這裡 WBG還有拼團的可能 走出來了 真能走出來了 來了 對 一般就是他們Zero 這個邊界手標Zero 又到這個回合了 又是這招了 又是這招了 101招啊 世界吃八龍 怎麼樣 你們要開嗎 LNG 有夜曲 其實隨時能搶八龍 但阿里的位置挺好的 打到 打到 此時是思考 這是閃現響 歐一後排 大上嘎啦來到了後排 這波行業也跟過去 但資卡沒有到 這波團戰無達斯 打WBG一致 打一陣子 再做控制 打WBG 完成了這波團戰 此時進展的這卡 已經沒有救死的能力 找WBG準備贏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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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波 1波 中路線沒有很遠 1波 1波 夢幻團戰嗎 0.5 其實 Scout的位置很好 但關鍵是 小虎的這個驚人 應該是躲掉了 他們最大波 Gala衝進來的那一波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大兵劍 不偏不倚的打中TP的人 G卡 中了 所以其實是一個無打式的團 雙C夾住之後 Light跟小虎極限拉打 團打贏了 G卡到的時候 團戰早就已經結束 打完PG的0萬5 拿下這場比賽 拿下PiPi 哦 你看吧 放那條龍是對的 就是你只要這個兵贏活 你走得出去 畫面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只抱在家裡的話 你永遠是被動防守 那對方就是用轉線 再繼續模擬你的高地塔也好 或者是抓你走出來的也好 那這一波就是在你走去之後 你變成有 呃 能主動作出的那一波 有選擇的能力了 那沒關係 雖然101招 但就是管用 我就是開巴龍 巴龍吃到之後團打贏 遊戲結束 是 一切的一切 最終我要著巴龍去做的抉擇 勇氣 讓最終打完PG取下了比賽的勝利 哇 2比1 那壓力就來到LNG嘛 下一把其實高機率也是選藍方啦 那照著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這個劇粉手 藍方全勝是真的有可能發生 但這一把我覺得 是有一部分是LNG 他並沒有真的承載他的優勢 一波把對方灌倒 就是有給到對方一些機會了 沒錯 這節奏上其實還是有差的 最終LNG連續的進攻推進 還是沒有抓到最後的機會 讓最終705的球女 隨著後續的團戰以及多打少的機會 拿下巴龍也拿下團戰的勝利 而這場比賽 打WPG 2比1 聽牌了 究竟今天劇本 會跟大家想的不一樣嗎 因為打WPG在賽前被大家稍微是看得 比較可能烈士的 因為他們畢竟在瑞士是 以順位啦 以順位來說 沒錯 沒錯 但現在劇本已經完全不同 機會就如何 我們稍後休息 回來就是雙方的第四場對局